其實他是要以教育的方式 來教導尊重多元性別差異 要消除性別歧視 要促進性別地位的實質平等 所以其實性貧教育 它不只是在談性教育 它最重要的精神 其實在培養平等的冠冕 這些事情就是已經壓迫到 我們在基層教師 他們在執行教育的一些細節 包括說羅東高中有輔導老師 已經因為在校園裡面 做所謂的性別平等的教育 而遭到所謂的不明的家長的指控 然後抹黑甚至人間攻擊 家長們對這些部分不了解 我想這個部分應該可以好好的溝通 而不是直接衝到校園裡面去 然後也不尊重教師的專業 多元教育做得好 多元教育做得好 霸凌騎士才會少 霸凌騎士才會少